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第二周的更新内容 那本支影片我们讲的重点只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试炼之塔的详细内容 第二个是计票的奖励内容 第三个就是本周韩版的超杀CP值制作礼包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内容 试炼之塔第14次开放 韩版开了第14次啊 台版不知道到第几次了 没关系我们看一下内容 第一个就是他每天有开放一个重复的任务 就是击败40个试炼之塔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战斗支援的箱子 里面开起来可以获得战斗卷轴 防御卷轴以及龙之珍珠 每天一个账号可以入场两次 基本一次然后再额外购买一次总共两次 那他这是一样是不能分身流的 那入场的费用是使用10个叶子 然后额外购买的话就是花50赚啦 那玩法跟过去一样 那奖励内容大概就这些 你们稍微参考一下就可以啦 好那再来本次的试炼之塔 一样有凭证收藏 第一个200个代币可以塞一个伤害减免加1 150个代币可以塞伤害加1 100个代币可以塞经验值加2% 10个代币可以塞HPMP加100 那我个人会建议先塞这个经验值加2% 因为你每打一只怪都多2%经验值 累积下来会比较有效益 像上面这个塞上去你其实对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计票 那这次的蓝龙计票 他使用的是200万天币可以购买 一个账号可以买一次 奖励内容总共会有龙之圣水 祝福圣水 然后成长药水 还有魔法娃硬币 觉醒碎片 纯白万能药 还有高级抽卡包半包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啦 最后一千他会给你这个蓝龙卡箱 可以获得蓝色飞龙娃娃 运气好的人可以获得红色的新娃娃蓝龙 使用1200钻石购买这个赛季的特别计票 特别计票里面 一样给你经验值3%的奖励 以及15天的龙珠 还有战斗卷轴BUFF 再来就是综合 每天会给你一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你可以选择4色币 其中一种获得5000个 最后一天给你10万的三色硬币选择箱 这就是特别的计票 那你们想说 为什么之前那个2024不买呢 你比较看就知道了 这个1200给你这么多东西 之前2024给你那些东西 我是觉得这个CP值比较高 真的要买特殊计票 我也是会买这个1200钻的特别计票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第三个重点 就是这次的特殊制作 多么制作内容跟过去大同小异 那这次开放了这个蓝龙的特别礼包制作 他使用的30个材料 一个账号可以做8个 还有另外一个是黑长者的圣物 补给箱他使用的是22个袋子 每个账号可以做12个 那你说他的内容物是什么呢 为什么CP值会高 来看一下第一个 蓝龙的特别礼 礼包他里面可以获得的两个 综合抽卡包制作代币 三个综合硬币选的箱 以及一个蓝龙代币 那我这边讲一下 这个蓝龙特别礼包 他只是名字叫蓝龙 但他其实上不能获得蓝龙 因为他的蓝龙代币制作的是 呃 圣物神秘的圣物卡 稀有的一张 还有那个卡片合成点数 蓝到红跟红到纸的点数 所以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综合硬币卡包是干嘛呢 他就是可以一个可以制作成综合卡包选择箱 那这个综合卡包选择箱 一般是可以兑换最高级的古典 最高级的欧灵痕迹 这种所有卡包选择一个 然后再来这个CP值就比较高了 一样是22个带子制作的黑长者圣物补给箱 他的价值是1500钻 但是可以给你10包高级圣物拾取抽卡包 还有5个综合硬币选择箱期间 这可以做12个 这两个算是呃 自从2023年年末那个综合告别 礼包之后每周都出的礼包的制作 CP值是非常高啦 不过只限定于周末制作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制作哦 好这支影片就到这边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